8月23号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的Winnipeck市 也有一场令原住民族人很伤心的葬礼 这是一位才15岁的女孩 Cree族的女孩 在日前被人发现 她被杀死 死在当地的红河谷 如果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最后一次有人看见这位女孩的时间 是在6月27号 一直到8月中她的遗体才被人发现 而且是被弃失在一个大型的塑胶袋里面 根据加拿大警政机关的统计 已经至少有1200名原住民族的女性失踪 或者被杀害 而且大部分都是还没有破案的案子 为什么专门要杀原住民族的女性 而又为什么警方遇到原住民族的案件的破案率 又会相对比较低 原住民族人无法谅解 告别式的这一天 也有超过2000人走上Winnipeck的街头 要求政府给原住民族还有受害者的家属一个说法 强劲的几鼓声和哀痛的吟唱 小女孩也到甲板上掉地失去生命的年轻女孩 这一天在加拿大Winni博士的红河河岸 人们心情沉重哀伤 这一天在河岸边聚集了超过2000人 悼念在同一天被人发现遗体的两位原住民族人 Tina Fonten和Faron Hall 15岁的Tina被发现时 遗体被包裹在一个大袋子中 家人接获讯息痛不欲生 在甲板上举行纪念仪式后 人潮往Winni博士中心游行 希望可以唤起更多人的注意 并且要求加拿大政府 针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族妇女 开启全国性的调查 游行人潮经过即将在9月开幕的 加拿大人权博物馆 一路往The Forks公园前进 因为才在8月初 曼尼托巴省政府跟原住民族团体 才在这个公园为失踪 以及被谋杀的原住民族妇女 树立起纪念碑 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方 后面则是曼尼托巴省的原住民族总领导 抵达The Forks公园后 族人围绕着纪念碑点燃蜡烛 为失去的生命祷告 非常不幸 Tina并不是温尼伯 第一位被谋杀的年轻原住民族女孩 许多受害者家属拿起麦克风 分享他们所经历的 失去家人至亲的痛苦 我们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停止捉住我们的孩子 而不是刚刚才死亡 但是所有那些孩子 那些生命都在我们的街上 我们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方法 带这些孩子回家 Tina的母亲悲伤地起步成生 I so miss you Tina I just wish you were here right now You're only 15 years old I'm now here with your dad You're in a safe place with him You'll be watching all for you You're in a good place with your dad I'm glad I just wish it didn't have to happen this way I love you my girl 任教于曼尼托巴大学的 Nigan Sinclair 协助举办了这场 祈福追思会 Jade Harper是长期以来 致力于原住民族 家庭照顾工作的 Mama Wewe Chi Itata 互助中心的主席 许多参与这场祈福纪念会的族人 共同提出要求 希望政府可以确切调查 失踪以及被谋杀的 原住民族妇女的案件 至于另外一位死者 Faron Hall 被当地人称为是街头流浪汉英雄 曾经徒手就其多位失足掉落红河中的民众 如今自己却命丧河中 他就是一个英雄 参与这场祈福追思会的族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 就是希望所有失去的生命 不会白白牺牲 并且希望这些生命的失去 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 针对所有失踪以及被杀害的原住民族妇女 开启全国性的调查 还给家属和族人 应该得到的真相和正义 知者 逗逝 五流子 便宜 未经计可以得到 ocup corrections者 求仙 翻滚